欢迎收看《你从哪里来》 我是小诺 这两年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两国的民间交往却依然频繁 在企业界 大家更是推崇同一个商人哲学家 他就是道胜和夫 道胜和夫的神奇 不仅仅是年轻的时候 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 六年前金融危机中重整日航 更是堪称奇迹 当时被称作日本翅膀的 日本航空公司宣布破产 日本政府出面拯救 但是谁能救得了他呢 最好的人选就是被称为 金银之盛的道胜和夫 而那时的道胜已经复闲在家 安享晚年 日本首相亲自登门再三邀请 道胜才以78岁高龄 重出江湖 林新筹出任日航董事长 短短的一年后 日航扭窥为影 在他传奇的商业课程里 又增添了精彩的一刻 如今传播这些商业经验和智慧 已经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他还专门成立了 盛和书学校 以便让更多的年轻的企业家 可以分享他的道胜哲学 感谢观看 握手 点头 简短的问候 彼此的微笑 这场欢迎道胜和夫的仪式 简单而真挚 热烈而勇适 好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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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台下 看着自己的学生 在台上尽情表演 道胜和夫显得非常开心 三十年前 他宣传自己的道胜哲学时 只有二十五名日本小企业家参加 如今认可他的哲学 并成为圣和书属生的企业家 已增至九千多名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晚宴不断有企业家 期待和他聊上几句 企业家参加 我沒有人 要給我一個巧克力的伴侶 男人送的巧克力 你覺得嗎 大師姐 來了嗎 敬你一下酒 你喝酒嗎 期間 為了感謝道勝先生 接受我們的拍攝 我也禮貌地去清了酒 明天可以喝酒嗎 請你喝酒嗎 明天啊 乾脆吃飯了 乾脆吃飯了 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道胜先生喜欢把自己喝剩下的酒 分享给别人 据他的助理讲 除了表示认可 也是为了避免浪费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的您还会有困惑吗 现在的私人 现在的患者和困惑 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事 本当に幸せ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家に 会社に行かないときには 今家に毎日おりますけれども 毎日あるんですがおりますけれども お昼はですね こちらに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が チキンラーメンという カップラーメン あれを 買ってきて 準備してありますので 家内に チキンラーメンでいいよと そこに卵を一つ入れてですね それでお昼ご飯というのが ちょこちょこなんですが そういう食べ物についてもですね 全然美味しいもの 高いものを食べようという気がありませんで 京都下起了小雨 道圣和夫 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来到車站 他要一個人乘坐新幹線 前往東京的日航总部 虽然两年前 他已成功挽救日航 但現在仍有一些工作 需要他去亲自处理 2009年日航破产 道圣和夫接手重建的时候 他也跟現在一样 每週都会搭乘新幹線 往返于京都的家 和東京的日航总部 通常一去就是一個礼拜 道圣和夫 参与日航重建的第二年 日航便實現了紐盔為影 一年零七個月後 日航在東京證券交易所 再次上市 而在此期間 眾所周知 道圣和夫 沒有拿日航一分錢工資 之后 严核 第三方舎から15方舎heart 京都出ますと 谢谢观看 这是日航的一个中高层会议 因为讨论非常内部 我们仅获得了有限的拍摄机会 今年最后第20回目のリーダー勉強会 大臣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れでは早速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 JALグループ企業理の昭和から始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お手続きですが みなさん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私がJALグループ1まで呼びますので 続けて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JALグループ企業理念 JALグループは JALグループ企業面の幸福を追求し 一つお客様に最高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ます 一つ企業価値を高め 社会の進歩発展に貢献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ご着席ください 追求全体员工物質和精神 两方面的幸福 同时为社会进步发展做贡献 這段宣誓内容是道勝和夫接手日航後加上的 重建開始時 他頻頻去日航 跟每一位空姐和工作人員講 他零工資来日航 為的就是保住三萬兩千名日航員工的飯碗 保住這家公司 免於市場出現壟斷 而危及日本国民 工作並非是簡單的個人牟利 而是全員的幸福和事關社會進步 這是道勝和夫一直以來經營企業的標準 55年前27歲的他創辦第一家企業時 就有類似的經營理念 這是一份寫書 上面寫著 我們雖然一無所有 但是一定會眾志成城 團結一致 為世間和人類做出貢獻 為此 我們聚集一起 煞血為盟 這是當時 道勝和夫和自己的八個同伴 寫下的創業宣言 很多媒體後來都這樣評價 在經營企業時 道勝和夫卻有與眾不同之處 多個公司 有利己的心理性 順利利用 業績向上 順利 成果 頑張ってくれて成果が出ればですね それに似合うような報酬を上げますという そういうことを つまり利己的な欲望というものを 裾向かして それでもって強化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 一般に行われていますから 利己的な人も非常に多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 サラリーマンの中でもですね やはりその 利己というよりは 私は先ほど言いましたように 本当に利他的な そういう人が 私は非常に大事だろうと こう思っていますが これは道勝和夫当年創辦的企業 京都陶瓷諸市会社 55年来 歷經数次金融危機 ここにも開除過一名員工 しかし 但他却55年間 不曾亏損 据報道 有些員工甚至選擇 死後 也葬於公司目的 私たちの人事のポジションで いろんな制度の企画だとか 新しい仕組みを作る 役割をやっています 今の仕組みに 皆さんの仕組みを 今の仕組みを 何年ぐらい 働いているのですか 何年ぐらい 働いているのですか 今は10年ぐらいですね 10年ぐらい 私たちの仕組みを 先進めて 先進めて 行ってみ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はいろいろと 普通に並ばれて 順番通り並ばれて 確かに 私部当中 どうして 是是是是 是一個領導 還是一個老人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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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オ会賞に関して どういう印象を お持ちですか 例えば 普通の一般の お手強い方なのとか すごい優れた 経営者 印象は やっぱり 何といっても 日本の経営者としては 一番素晴らしい方なので 会社の一番トップというので そういった 我心裡有親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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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勝和夫生於日本路爾島縣 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 家裡主要靠印刷和替人胡紙帶度日 兄弟姐妹七個 他排行老二 本想學一 但高考落榜只念了路爾島大學這樣的地方學校 大學畢業前 嚴峻的就業形勢 他又不得不在畢業前半年改了專業 從有機化學變成無機化學 不過 即使這樣費盡周折 道勝和夫卻發現自己找到的工作 卻是一家瀕臨破產的企業 站在厄运不斷的十字路口 縱觀日本 那時已經進入家庭電氣化時代 電視機產量一路飆升 道勝和夫從事的行業是為電視機提供零部件 他覺得自己只有研究出 適用於電子工業的新材料 他的人生才可能因此改變 由於在技術問題上與沙斯產生分歧 道勝和夫後來研究出了新材料 並開始自己創業 幾十年來取得一系列的成就 27歲創辦京都陶瓷諸事會社 52歲創辦日本的第二大通訊公司KDDI 幾十年的經營生涯中 一手締造兩家全球500強企業 一度被媒體譽為經營之盛 他們是商界領袖 締造行業傳奇 獨代 獨代的獨代成功 做到世界頂級起 他們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過去 會terror我嗎 覺得說日子沒法往上過 他們如何翻閱一個又一個的障礙 就是當別人都不在 都沒有的時候 你得堅決吧 今天他們仍然沒有止步 你從哪裡來 探究來路 走得更遠 我跟他接受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對道勝沒必要神話他 完全沒必要 他是一個普通人 曹秀雲從2006年開始在 新成立的道勝和夫 北京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在此之前 他參與翻譯了道勝和夫的多部書籍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企業很需要道勝這些 比日本 比美國更需要 這個那一般 我們現在這個 實際上我們這個家族觀混亂了 激公盡力啊 那個拜金主義啊 是我中興啊 曹秀雲說 這幾年來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 開始了解到了道勝和夫的思想 道勝和夫在中國 慢慢地熱了起來 這場在浙江省大會堂舉辦的 道勝和夫經營哲學報告會 一張普通門票5900元 2000席位做得滿滿當當 全都是慕名而來的 中國中小企業家 在中日關係 這麼緊張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圍繞 一個日本的經營者 道勝和夫 舉辦這麼盛大的活動 我認為 舉辦道勝和夫經營哲學報告會 與中日關係緊張與否無關 會議的問題是幫助 中國企業家更好的經營企業 讓員工跟幸福 對社會多貢獻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兩天的報告會 有15名中國企業家 上台講述自己經營企業的歷程 而在上台演講的企業家 講完他的創業經歷後 道勝和夫會例行給出點評 你應該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嗎 第一次 什麼感受 感覺挺震撼的聽的 就感覺 自己之前比較渺小 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當然來聽完之後 想要學習的太多了 就是這樣 你覺得聽了這個歌 會對你以後進行企業 有影響有改變嗎 肯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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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真正邀請他們 晚上到我家裡吃飯 這位登台演講的張忠良 是一名浙江籍企業家 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 他治理企業 基本上原版複製了 道勝先生 治理企業的模式 並且為了增進員工的幸福指數 他特意改進了員工食堂 並創辦學習小組 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 理事會有好朋友 他就要表現他的 他在策略非常有趣 我真的認識他的 事會有興趣 他是有興趣的 我每天工作的工作 對他健康的每天 都要交付 我都要發展 從2008年要發展 一間成立的 公開的 你為什麼做得更好 我都要知道 那些大學院 yo 想要是 我的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贪地来学习道成哲学 学到目的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 这样的想法就是出了 是不会成功的 那我们公司 假设许我们公司会感觉到 我们全部人学生贤文化 那老总是先达到这个经济水平 然后再 这个经济水平没关系 但是你先达到生贤文化 再达到了这个水平吗 到底是哪个先 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家 要布这个课 要布生贤文化这个课 只有这样做我们的经济里面 各小活动才能是真道 当总他问你这本书是什么东西 一个我们 一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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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一本子拿下来 可以吗 在主办方的帮助下 张先生得到了道胜和夫 亲笔书写的末宝 敬天爱人 我跟那个老师两个人照一照 我们两个人吧 好 两个人 来 看我 来 来 事实上 道胜和夫不仅影响了部分中国的中小企业家 连一些商界的大佬也曾向他求教过 6月30日 杭州下起了小雨 在西西湿地的太极禅院 曹秀云陪同道胜和夫 回访一位当下有名的中国企业家 马云 7年前 马云曾专程飞往日本 拜会道胜和夫 求教企业经营智慧 跟您的交流对我是受益区浅 而道胜先生的这个那些思想哲询和观念我尤为赞赏 万得 万得 Thank you Thank you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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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听闻以后 为什么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通过您一个人能够把阿里巴巴能够做到这么大 确实一代的确实是有这样的气量在里面 有这样的企业经营这样的一种大气在里面 他也说只有中国人才能积称他的哲学 他也讲了这个话 怎么说呢 就是他觉得中国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这么多人学而且发表得这么深刻 特别去年在成都发表得也很好 那个我们到那个一城地产去 那个五千人的大会 把整个日本的东京电视台 日本的NHK都大幅度报道 在日本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关系不好 怎么围绕一个道胜和夫搞出这么一个高潮来 日本人都不相信 他也觉得中国人领会很快 一旦中国人理解了 自行了 力度比日本快 比日本厉害 入口 一旦 空中 卓中 中国分威 如今82岁的道圣和夫 没有像之前那么忙碌 开始过自己的周末 但这对忙碌惯了的他而言 反而是一种负担 朝大体6時に起床 目覚ましで起きて そして食事をして それからあと 今の茶舞台といいますが 茶舞台のところで本を読む それが午前中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まして 午後 家内と一緒に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に 買い物に私が車を運転して 家内は一緒に行くという 帰ってきて また茶舞台のところに座って また本を読むという 運動も何にもしなくて なんて言いますかね 自分自身で なんと仕事を離れた 私自身は 本当にグータラで 何の目的も持っていなくて 家にヘタリ込んでしまって 本ばっかし読んでいるという 本当に ザラシのない グータラな提出だなと思って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ちらこっちご自由に こちら両手で 純の販売 眉の高さを 入れて これを入れて いいです このまま 刺す 刺す 人です 65歳になりましたので 65歳になったら もう時間がそうないんで 心を磨くことをしようと それの 集大成として 仏教のお寺に入って お釈迦さんの教えを ちょっと勉強しようかなと 自分が死を迎えるという 死を迎える時までに 自分の心を磨いて 美しい 先ほどから何回も言いますような そういう美しい心に 心というのは魂という意味ですが 魂を 美しい魂に 磨いていかなきゃならんと 出なければ 死を迎える時に 死は肉体の 肉体の死ではあっても 魂はそのまま 永遠に残ると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その 永遠に残る魂を 磨いて 美しい立派なものに していく義務が あると こう思っておりましたので 虽然語言不通 但是采訪道慎和夫 仍然是愉快的 在成都采訪的間隙 我和他共进午餐 他说他很喜欢吃 当地的麻婆豆腐 已经可以判断出 口味正不正宗 我勸他说 年纪大了 还是要少吃一点辣的 可以多吃一点旁边 面粉做的瘦桃 在中国 这意味着 長命百岁 他尝了尝说 很好吃 但是他又说 我不指望 长命百岁 我的生命 随时可以終止 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日本 道慎和夫住在 三十年前建的老房子里 家里有一辆小型轿车 但是他和他的妻子 出去买东西 通常都是不行 他的财富 也早在三十年前 就已经捐给了 被称为 日本诺贝尔奖的 京都奖 他说 在余下的人生里 他要做的就是 净化和升华 自己的灵魂 随时准备 迎接死亡的到来 也迎接将要开始的 新的旅程